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第二場講座 我們今天很開心很榮幸地請到 資深退休校長、中學校長陳彥虹校長 資深退休小學校長金燕梅校長 還有香港青年協會家長傳動網單位主任 凌遠坤 女士 三位會和大家做一個互動 主題就是不一樣的選擇 我們先交給他們 再次歡迎家長們來到我們的講座 參與2021年度的九龍城區親子資訊博覽 我相信家長今天來到這個講座 對於小朋友的升學都有一定的疑問 或者有很多的 question mark 在腦袋上 我鼓勵大家 如果一會兒有問題 想問金校長 或者陳校長 你可以先想想 我們會預留十分鐘時間 邀請大家去發問 好嗎 在我們的分享 未開始之前 容許我也介紹一下今天兩位的嘉賓 第一位就是陳天榮校長 陳天榮校長 他給點掌聲 陳校長 謝謝你幫忙 陳校長是民生書院的退休校長 現在是防止貪污資訊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在五間中小學的法團校董會的校董 陳校長在民生書院出任校長已經有16年了 鼓勵學生訂立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亦都共同帶領私生積極地參與社會服務 令到學校成為一個不斷學習的群體 他亦都積極加強建立學校和舊身和社區間的聯繫 令到民生書院在95年的根基下 繼續冲撞成長 另一位今天要介紹的嘉賓就是金燕梅校長 金校長 金校長是保良局何秀南小學的前校長 現在就為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主任 及人類新籍科技管理局副主席 金校長亦都在保良局何秀南小學服務 差不多24年了 很厲害 帶領學校逐步發展 在學生的品德、學術、體藝方面 亦都取得豐富的成就 金校長亦都熱心參與社區服務 積極參與九龍城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 九龍城地域結出學生選舉 及地區性的青年發展工作 貢獻良多 所以我相信今天邀請兩位資深的校長 我們都很想關於小朋友 升學特別是升中的疑問 我們去提出 希望藉著這45分鐘的分享對談 我們亦都獲益良多 好嗎 我亦都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來自香港青年協會家長 傳動網我姓玲的 大家可以叫玲姑娘 大家五安 好 大家五安 好 我們對談就差不多開始了 好嗎 首先我想問金校長 好嗎 金校長 你覺得 例如小學生在高小 其實四年級開始 因為他們參加升中 我剛才進去博覽會時 都看到有些家長帶著四五年級的小朋友 進來參觀 在小學的階段到後期 小朋友有甚麼改變呢 特別是到高中的時候 多謝剛才玲姑娘的介紹 亦都在這裡和大家打聲招呼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五安 剛才玲姑娘說到小四 其實我剛才觀察到 有些因為哥哥姐姐都是高小 已經幼稚園的學生都有了 初小學生都有了 這個情況是好的 不僅是親子活動 一條隊一起來 相對來說就是及早準備 了解多一點 因為高小準備的時間更充裕 回應到玲姑娘的問題 在高小的他們有甚麼改變呢 我們簡單而言 我們說是很被迫底下 是急速成長 面對挑戰 為甚麼急速成長呢 在高小的同學裡面 他真的有很多東西的變化 無論在生理上 因為青春期的發展 在大家家長和老師的眼中 突然間 一夜之間 飆高了 高大了 但這個外形的改變 不等於他們的心智 和他們的外形 匹配 心智仍未夠成熟 仍是需要 我們師長的導引 和蓬佩的影響也很大 所以在這個階段 特別是神教的朋友 除了生理上之外 心理上也有很大的改變 他開始想擁有一定的自主性 期望成年人 無論是他的家長 他們的師長 給他們一些空間 讓他們自己作主 但相對來說 他又不想大人 特別父母 太多啰嗦 亦不想啰嗦之餘 心底裏 口裏 亦很想父母繼續關心他們 另一方面 他又想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自己個人的價值 因此他很重視別人怎樣看待他 特別是他的朋友的認同 除了生理之外 高小的同學 大家都理解了 現實的問題 就是面對學業的壓力 很多時去到小四 未到暑假 無論是老師 家長 就跟他說 喂 九月了 懲婚試準備了 五年不下期來了 於是乎 過往好像不聽這個名稱 開始 就是一步一步 迫起來了 他過程裏 實在這個壓力 如何去疏解 是需要我們思想的扶持 引導 而父母 亦需要體諒和同行 除了面對害的壓力之外 亦是面對聲中的壓力 特別以往沒有理解那麼多 聲中有派位機制 派位機制第一階段是自行分配 甚麼是自行分配 是否我自己去取位 又第二階段又統一派位 甚麼電腦搞珠 在他們的腦海裏 在意識上接收的裏面 頭裏面一頭煙 一舊魂 另外 大人跟他說 你準備升中了 你準備升中了 他就想 我如何面對 中學生活是怎樣的 我如何適應 在這些不同的改變裏面 是很需要我們的老師拖帶 拖帶 講解 以及父母的開解 整體而言 急速成長 面對挑戰 生理、心理、學業 和聲中 都在這段 浮現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經常覺得 準備小朋友 升中不是六年級開始 其實可能四年級開始 可能家長都要開始留意 我的小朋友 在身心理或成長上 有甚麼需要 有甚麼改變 我們接下來如何配合他 我接著問陳校長 講完小學的一些改變 以往你都做了中學的校長 你又覺得一般的初中生 即是中一 特別是來到學校 通常都會遇到甚麼問題 很感謝寧姑娘的問題 我見坐在這裏的家長 和同學們 都一定是很想知道多些東西 你們今天才會出席 有多少學生 你們是四年級的 五年級 也有多少 六年級呢 六年級最多 其實剛才 阿玲姑娘介紹我的時候 我是民生書院的退休校長 民生書院其實不只是中學 因為在一個校園裡有幼稚園 兩歲多三歲就會進入民生的校園裡 然後就會上小學 不是全部 因為我們是小小的金字塔 然後就上中學 其實我在民生書院十六年裡 頭八年 我都是中小遊的校長 所以剛才金校長所說的那些 我一直在學習 我一直在想 真的在校園裡見到小朋友 金校長是很資深的小學校長 他應該更加到位所說的 那麟姑娘問我初中的學生 我即時想起 在我最後一年做校長的時候 有個同學仔 很高大的男生 小時候已經比一般同齡的大隻 他就進入了Hong Kong U 他已經進入了Hong Kong U 我記得他在小學的時候 他出來校園裡 在我們同一個campus 拿飯的時候 小學的校服是穿著短褲 很高大 那條短褲好像不太合襯 所以衣服就全都出來了 我挺擔心他的 他是全級五、六年級的時候 都考第一的 但是簡單來說 我粗俗地說 就是Philippe Lett 知不知道甚麼是Philippe Lett 就是哩哩哩哩哩 那男生這麼聰明 但是校服移用這麼不整潔 上到中學會怎樣呢 原來真的會改變的 剛才金華長說到 同學仔是不斷地改變 戴得很快 到他上了中學之後 轉了長褲 女同學的校服就不轉 都是那條裙 男同學就由短褲轉長褲 真的會改變 所以同學仔 你剛才四年級的 有五年級、六年級有 你們是一度都在改變的 不只是突然升上中學 初中就會突然改變 不是 校長剛才也說 是會因著社會不同的變化 你自己適應社會的變化的時候 你不斷在改變 所以不會突然改變 我亦都希望家長 不要想著你的小朋友會突然改變 其實你要是 其實你要是 好像我是不是現在說的 拓業教家長 不是 因為剛才說的 知心 知心 知心就是老了 知心的校長 我們都做了教育界很多年了 我自己做了15年老師 19年校長 34年 做了媽媽28年 因為我兒子28歲 其實真的要在小朋友 小時候 已經給他一些期望 你希望他是怎樣 你有個責任 我不是特意說書 不過真的做了34年的教育界 有時候希望家長也體諒 我是會在育心 因為我覺得家長真的有個責任 是和你的小朋友一度培育他 培育的就是他的品性 品德 個性 還有的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他的素養 他的素養 他對自己有什麼要求 還有的就是他怎樣和周圍的人來相處 不會突然之間在初中變 是你一度在你小朋友大的時候 你已經要培育 他是一個 如果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好人 懂得去愛自己 愛別人的一個人 他的個人的性格 他的素養 還有他要關愛周圍的人 如果說上到中學 是 我相信一般的學校都不是中小幼 中學的校長 中學的老師 中學的家長會期望小朋友是怎樣的 坐在那裡的小朋友 你是六年級的話很快就上中學了 你是要獨立的 我剛剛看了一個電視節目 最近 可能是重製的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節目 就說到有幾個小朋友 是十歲、十一歲 就由家長 幫他們報了一個 wild camp an indoor camp 那個camp 有些是露營的 兩晚露營 然後跟著也有些是 indoors的 在室內的宿營 小朋友是要行山 自己煮東西吃 哇 有一天 有一晚 那個coach 就要求他們 不是日間行山 是晚上 因為夜間太熱 小朋友太熱 吃東西又說沒心機 又說很辛苦 好 教練就說 夜行 夜晚黑行 哇 晚上黑 你拿著電筒 真的要每個人都晚上走 因為你埋怨 第一天辛苦 晚上沒那麼熱 小朋友走到哭 很辛苦 那隻腳又痛 又害怕 哇 真的有個男生 媽生的兩兄弟 其中一個就是哭 其實要克服 要獨立 如果你現在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小朋友 四五六年級 已經懂得對自己有要求 那是好 但如果你還沒做到的話 家長你哪有責任去扶養他呢 他上到中學的時候 要對自己負責 不是你要負責 是他要對自己負責 我有個很簡單的字 大家可以容易記一些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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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朋友獨立一定要對knowledge knowledge是包括了知識 不是理論上文字那麼簡單 是技能上面 他的技能 很簡單的 如果小學中學初中 起碼要自理 懂得自理 懂得自律 所以在知識 和技能上面的knowledge 第二個e e就是在性格上面 endurance 或者另外一個perseverance 就是要有耐力 很重要 剛才我聽見有個小朋友問 家長又問 他很喜歡挑戰的 不要緊的 他如果喜歡挑戰自己 他有耐力 耐力地去承受失敗 耐力地去追求進步 耐力地去面對 他要面對的所有東西 最後一個why why是代表什麼 就是you 剛才我所說的 要有愛 不只是顧自己 you always think about the others 在他周圍的東西 你 我 他 我講得太久 我要停了 所以大家容易記 Key 和升中學 初中不是突然之間的 是一個continuous process 是一個過程 盼望各位小朋友、家長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謝謝令姑娘 好 真是很感謝陳校長 和我們心情的分享 原來我們小朋友的改變 不是一時三刻 由小學開始 就已經不停地改變 而我們做家長 我自己也是媽媽 其實我也有個女兒 我很明白做媽媽 永遠都很想保護自己的小朋友 但又要保護 又要讓她獨立 這件事真是很 我們大家都要學習的功課 是嗎 我也相信是 所以剛才提到的問題 其實中學初中的改變 可能都要由家長 由小學開始 一直去觀察 以及讓她培育 她獨立自主的性格 讓她面對一個世界 升了中學的不同的轉變 繼續問陳校長和金校長 你覺得香港大致上 無論是中學還是小學 那個學習模式 一般是怎樣的 因為家長都有關心的 因為有些家長會覺得 會不會是小學 會有很多背重 去到中學 突然之間有很多的理解 或者有很多的分析 我小朋友就處理不了了 我現在是否有多些準備 還是怎樣呢 所以就想邀請兩位校長 分享一下你覺得 中小學的學習模式是怎樣 或者是陳校長分享 陳校長分享 陳校長分享 如果學習的方法 在我還是校長的時候 我很喜歡用簡單的字樣 小朋友記得 其實教育界都在用的PIE 或者簡單來說 首先要設定目標 同學一定要定立目標 家長可以跟他一起定立的 他一定要有個目標 他才知道怎樣做的 所以學習來說 可以是每一科 每一個月 或者每一個星期 你希望他達成什麼 或者他要求自己要達成什麼 要有個目標 接著就是I PIE I就是implementation 就要執行了 其實你要跟他鼓勵他 來到有個目標 怎樣去執行 接著E就要有evaluation 有個self reflection 要跟他一起反思 究竟做到是什麼原因 做不到是什麼原因 其實呢 剛才說的 KEY knowledge 在定立目標的時候 一定是跟他對知識的追求 對技能的追求裡面有關 是不是 定立一些可能是 不是太宏大的目標 定立了目標 就看看他 如果他很容易達成的 就可以闊一些 這個要實行 不是理論 是一定要做 就算我兒子現在28歲 其實我都會問他 你究竟有什麼 你想做到什麼 不是各種事情 他自己期望 或者我期望他的 他一定做到的 但是要知道怎樣做到 為什麼做不到 然後就要去找出原因 要有個evaluation 剛才說的 技能也好 知識也好 其實一定要熟的 一定要深同講 你說怎麼為之生 不同的年齡 有不同的深 不同的闊的 不然之間就深同闊 如果說在小學 某一件事 你希望他折皮 你做得好 搞定自己的床 今個星期 你要自己鋪到床很美 下個星期 你要幫忙洗碗 再下個星期 你要自己會煮食 煎雞蛋 諸如此類 其實熟能生巧 我們中國人有很多智慧 有些中文說 熟讀唐詩三八首 不懂人時也懂偷 你熟讀完之後 就算不懂自己作 也會立即偷賭一些出來 我記得在小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我真的會唸了一些東西 唸到床幾 唸到床三 我發覺星床四 就真的很難唸了 我真的會從第一版唸到最後一版 我還很記得 希特拉 是一個奸人 為什麼他這麼快 就有這麼多人支持他 因為他是一個orator 他是一個很懂得說話 遊說人 這些字 我到現在 到現在 我還記得 就是因為真的熟讀 不要想著 小時候才唸東西 其實不只是小時候才唸東西 我相信 大過一樣很多東西可以唸 在來之前 我有一個舊生 是我第一間教的學校的學生 他現在有很多肌肉 不知道多少塊肌肉 他是一個牙科醫生 他寫了一些東西在Facebook 我就唸了他 我看今天會不會用得著 剛剛唸了 四個小時前唸的 四個小時前唸的 Success is no accident is hard work perseverance sacrifice learning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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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of what you are doing and what you plan to do or you would like to do 簡單來說 success是沒有 accident is no accident 不是gramma錯 如果用另外一個方式寫 success is not an accident 但是簡單 is no accident 不是突然之間發生的成功 你一定要有hard work perseverance 耐力 好努力 還有 sacrifice 要犧牲 犧牲些什麼 可能犧牲些打卡的時間 犧牲些你享樂的時間 love what you are doing 要愛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是hard work很重要的 還有呢 剛才說的耐力也很重要 endurance就是耐力 所以不只是小時候 唸書是不好的 不是 唸書是有它的好處 不過唸完之後要懂得偷 Dr. Sin 你唸完之後不懂得偷外外版版的 不可以了 唸完之後要懂得 我四個小時前唸了 我現在起碼懂得 偷手一點和大家分享 努力地去讀好 懂得混用 懂得分析 當你唸熟的東西 你自然很容易懂得去分析 因為東西都在你的電腦裏 然後你就會學懂如何運用 其實東西不熟悉 電腦裏沒有進入資料 他不懂得運作 你一定要輸入資料 電腦裏一定要操作 他才會懂得分析 我一說太長了 今校長一定要更多智慧 很感謝陳校長的分享 如果我沒有記錯問題 特別是中小學學習模式的不同 首先很感謝陳校長的分享 也利用了很多不同的鍵詞 讓我們有些記憶可以深一點 實在是 我們都說了 今時今日的知識不斷爆炸 我們的小朋友應付多變的一個世代 所以終身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裡面 他的態度和技能 是去應付不同的挑戰 所以說 接觸書本 接觸環境 是豐富了他自己的人生月曆的不同界面 這個博但又要精 亦都要通 正如提到熟讀堂師三百首 不會人師也會偷 就是你的所謂通 利用了在當中的精髓 然後加以自己個人的創意 然後在當中去研發屬於個人的得著 在中小學的學習模式 我想深切的體會 在小學生來說 在課程上 我想作為在座的家長和學生都要有心理準備 在你的小學裡面 數了手指 除了一些我們說的術科之外 你的學科有多少科 同學生有多少科 只有那個 中 應 數 常 最主要的 有些個別的家長和學生都會說 這些是主科 在當中 大家會看到 很簡單 但去到中學 會比這些多一倍 或甚或以上 所以對於小朋友來講 他真的升到中一的時候 一開始接觸 他都是一頭煙 無論終於授權而要學 初中現在有一個社會和生活科 生活與社會科 又有地理 又有歷史 包括中西史 還有綜合科學等等 數之不盡 有時候同學生都會覺得一頭煙 這麼多科目 但這是必然面對的 因為你的知識 是闊了 所以你放了很多不同的學科 除了在課程上 這個改變 在學習模式裡面 肯定有跟小學有很大的差別 無論他們上課 中學應該沒有統計錯 就行浪費的 以往我們小學的一至五 輪到星期五打風 真是不好意思 星期五的老師很急趕 不知何時要補回 星期五因為離開了 就沒有了 進度怎樣追 但是中學的行程式制 就算打風不要緊 就離開那天 可以補回 這個程式制 又好又不好 好的地方 就是在課程的設計裡面 能夠在課時上平均分配 但是對於我們的同學仔 就有很大的考驗 中學一定要適應 就是自己事情自己辦 自己去努力 包括說 不及得以往 寫手冊的時候 一至五很簡單 這個日期幾日 下個星期就要交功課 但是這個日期一 下個星期可能會變成星期三 如此類推 所以他就要很謹慎 去處理很多 他要遇襲的東西 要交功課的東西 要謹記 這個亦都帶出了治理能力 因為以往可能小學 家長都很習慣 幫他指導他 你不會幫他執書 指導他 但是去到中學 很難指導那麼多 很多時候就是靠自己本身 去認知了這件事 然後自己負責任地去處理自己的事 無論是三球制 功課量 過往 你會看到 就是小學無言 是多少少抄寫的 這個抄寫 是讓他印象深刻 寫過下 起碼那個字 那個記憶 在那裡 但是中學 就不會留意那麼多 反而思考性的東西會多很多 這個功課的內容形式已經改變了 另外提交的時間制限行Cycle制 他一定要很謹記 下一次老師要求他何時交功課 沒有因此突然間 哎呀 我忘記了 於是乎 校方有適當的提醒 或者懲著 並且 當然現在小學的學習模式 都改變了很多 在中學來說 相信也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無論是小組學習 或者是分組學習 更加期望 那些同學仔 能夠遇襲好 才回來 所以 如果解育小朋友 在這個自主性 或者預備方面 做得不好 他是學得辛苦的 因為 回去才打好腦 去接收老師給的訊息 或者知識 是隔了一層 所以 能否強化到自己 督導自己 在當小六 升到初中 特別是中一的時候 家長要明白 整個 可以說在學習的模式 是改變了很多 他要回應這個改變 做好準備 並且有能力去應付 態度上 亦都能夠建立了 他的責任感 甚至評估模式裡面 再可能 不是單是一次過考試 平時的分數都計算了 所以 平時的分數都很重要 再加上小學 很多學生和家長 都說 我拿到九字頭 甚至一百分 但你去到中學 中英 可能陳學長 更加精準 你拿到七字頭 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家長也要換另一個 眼光看下 成績表現 如何評分等等 所以這些改變 在他的學習方面 就有這些改變 我突然想起 不知道大家知道 現在讀完中學 升上大學 比以往的年齡 又低了 以前的制度 就是中五 然後就是中七 變相現在的大學生 其實又比以往小了 為什麼我想說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不儘早 讓我們子女 獨立自主 或者有一個 剛才說過的責任感 陳校長說 金校長說 要自主 要獨立 到大學的時候 就不得了了 因為現在的小孩 越來越小 就可以有機會 去一些大專院校 去就讀 到時候 難道還要他們 老師去找爸爸媽媽 他們更加要獨立自主 所以我也很相信 整個教育制度 都配合了整個學習 小孩從小到大學完成的模式 所以家長 記住兩位校長說 要讓小孩 無論在哪個階段都好 都要自主 都要獨立 和讓他們有目標 去一步一步 用自己的方法去完成 好嗎 因為剛才 林姑娘和金校長都說到自主 大家又容易記 你的小孩一定要自信和自律 如果你剛才舉手的同學 你問一下自己 你對自己的信心有多少 剛才Dr. Sin說話的時候 有個同學舉手問話 我相信他的自信 起碼對自己的信心是有的 如果你坐在那裡 或者家長 你回家和你的小孩聊 他的自信不夠 怎樣去培養呢 其實剛才也有說到要賺 老師要賺 家長要賺 是不是都賺 怎麼都找到一些東西賺 我很矮的 但是我都挺自信 我從小到大 我經常都是站在前面 因為我姓陳 浩素也在前面 其實我的媽媽 我相信她的功勞也很大 她會有不同的東西去賺我 她說 至少她的聲音夠大 一定要給你的小朋友 有足夠的自信 但是自信是怎麼來的呢 什麼都賺 找到一些東西賺 然後她不好的地方 我剛才也說了 你要跟她進行失敗的原因 令到她在短期目標裡成功 你找些方法令到她有自信 然後她要自律 她一定要自律 剛才凌姑娘說 她說現在入大學的年稅是小了 不要把煩惱交給他們 是嗎 其實她不自律的話 她對自己沒有一個紀律的要求 幾點起床也可以 幾點做完功夫也可以 不行的 一定要要求 對自己有要求和期望 要有一個自律性 自主、自律、自信 這是要合在一起的 謝謝 謝謝陳校長 接下來也想問問兩位校長 有些家長都有點煩惱 不知如何跟子女討論聲鐘 無論小學也好 清早中也好 一說起聲鐘 大家可能有意見不同 又或者大家的想法也很不同 那可以怎樣做呢 不如我請教一下金校長 當然 在這件事中 我想作為家長和小朋友 都是一個同行的伙伴 大家一起去談 相信有一個知識層面 究竟現在的聲鐘 在派位的機制裏 都不分本區與他區 不過當然到第二階段 就會有些局限 所以在現在不同的辦樂模式 大家一定要了解 與小朋友來大去便別 無論是資助模式 直知私立 甚至乎可能有些特殊的社會改變 亦多了很多同學 家長去考慮一些國際學校 所以在這些不同的資助模式 一定要理解清楚 並且在有關學校裏 他們使用的教學語言 直接影響到小朋友的適應 如果解約小朋友在這個語言發展 未到很有能力去掌握第二語言 即使他去讀英中 他自己本身都有些困難 另外除了分享不同的資助模式 學校的特色 其實都是要做一些準備功夫 所以今天的學生家長 能夠積極參與這些活動 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是到派位才開工 你們早點預備一下 譬如說 中學做一些展覽 甚至利用這個機會 與有關當值的老師 進一步的溝通 是更加立體地了解那間學校 當然學校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在他的發展中 會否更加吻合到你的小朋友的需要 在體藝、學術、服務領袖 或者在其他方面 你覺得很配合你的小朋友的性格發展 所以家長不妨和小朋友多在這方面的溝通 同樣正如陳後長所說 我們都要發掘小朋友的一些亮點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需要去觀察 看到小朋友的強項在哪裏 而他的強項令到他在升中選校 都會帶來優勢 我們就絕對不要浪費他了 學習不能力也是需要的 這個能力有時也會是不同的小朋友的性格 有些是可以坐定長一點的 有些是困難一點的 所以小朋友的學習能力、專注度 都會影響到他在學習的一些表現 所以這方面都值得去考慮 多一些比較 參觀、收集一下校方提供的資料 例如有時跟一些好朋友的家長 甚至師兄、師姐 在那裏拿多一些意見 都可以綜合地辨別 究竟小朋友是選擇哪些學校的適合去 今天校長說完了 不過我記得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是 叫做不一樣的選擇 你最了解你的小朋友的 你最了解他的個性、他的興趣、他的能力 在哪裏 剛才金校長所說的 去參觀、去了解不同的學校 你最了解他 你跟他談 找一間不一樣的選擇 就是尤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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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朋友 它是你小朋友最合適的學校 我在三間學校做過 剛才說過三、四年 我第一間工作的學校 學業水平很高 第二間是特別著重看和偽 第三間是 好像剛才說過很多次了 其實每一間學校都會有它的觀念 有它的辦學目標、願景 其實你的小朋友是適合什麼學校 你作為家長是最清楚的 或者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爭取的 或者這樣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再問 萬一派了去一間不是我想去的學校會怎樣呢?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它的適應能力 有它的耐力 有它的方法 如果真的去到一間你不是心儀的學校 那我又會問 我真的想家長去問一問 你心儀的學校是什麼? 小朋友你心儀的學校是什麼? 其實每一間學校我都覺得是好學校 我只是做過三間學校 不算我在外地那些 其實每一間學校都有很清晰的目標 我是著重讀書 另一間就是我著重看同藝 接著就是 現在或者大部份學校都是all round的 都希望小朋友是多元的發展的 其實什麼學校才是你心儀的學校? 我覺得每一間學校都是好學校 反而如果你的小朋友去到的話 就好像John Kennedy所說 Don't ask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You just ask yourself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country 其實你的小朋友怎樣可以令到他讀那間學校好? 每一個在那間學校的小朋友都有一個責任 每一個是那間學校的家長 都有一個責任令到那間學校好 或者一般當你說什麼學校是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說是校封 校封是怎樣? 校封就是小朋友 你們在學校裏面做了什麼? 多數家長都希望校封好 校封好就是 小朋友懂得尊重別人 尊重自己 守時守規 學業成績的表現 不是每一間都要去到某一個水平 我覺得現在真的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天分 在學業 在他們自己的Talence裏面的表現 有些學校運動很厲害 有些學校試過藝術很厲害 有些學校音樂很厲害 其實你的小朋友或者家長你自己 都有一個責任令到那間學校變成最好的學校 不是老師 不是校長可以做 也不是懂校友 其實就是你 所以不要說我去到那間學校 我又怎樣怎樣 每一個學校都是好的 在我心目中 所以努力 多謝陳校長的分享 其實時間今天就到這裡 不過我剛才答應過大家 也想看看家長有沒有一至兩個問題 如果你真的想問問題 我現在就給你一點時間 三分鐘左右 看看家長有什麼問題 想請教金校長或者陳校長 好 有一位家長 你好 我想請問陳校長 我的兒子是喜歡運動的 但是因為疫情這兩年 又沒有參加什麼比賽 我想問一下星中這方面 要怎樣去證明或者展示 他有這方面的興趣 或者天分 家長所指的 因為不能參加比賽 就沒有那個成績出來了 是嗎? 如果他是很厲害跑的 你就跟他去運動場 跑個時間給學校看 如果是游泳的 就游一個時間給學校看 如果是打球的 就讓人 就算是 就是隊伍的運動場 就是打球 都不能只有一個學生 就代表我贏了什麼比賽 其實你就是告訴學校 他現在的層級去到哪裏 不過我相信一般學校 都不只是看他在運動方面的表現 就是一個入學的考慮 所以如果你說展示 你幫他設計一個方式 讓他可以展現到 跑的時間 游泳的時間 他入球的幾多分鐘裡面 可以進到幾多球 你可以跟他做到的 即是寫在那個自我推薦信那裏 我想是 如果你寫在自我那個自戰的信裏 這也是一個考慮的方式 又或者是小朋友去interview的時候 就可以交到給學校 好的 謝謝 多謝你的建議 是因為時間關係 如果家長們真的有需要請教 金校長或者陳校長的話 可以聯絡 九龍城區家長教育社會聯會的同事 你看到紅色衣服的那些 他們就會給你一個聯絡方法 就可以透過他們 把你的問題轉交給陳校長或者金校長 好嗎 在這裏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和分享 我們今天不一樣的選擇的座談會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 多謝陳校長 金校長白王之中秋時間出席 好 多謝三位 這麼精彩的內容 聽軍一直說性讀多少年 小朋友認識嗎 認識嗎 認識嗎 多少年 十年書 其實已經讀了十年書 現在在這裏 我們有請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會長羅佩賢女士頒發感謝作給三位嘉賓 有請 好 我們首先請陳彥虹校長 好 我們首先請陳彥虹校長 拍照先 好 多謝陳校長 我們有請金彥虹校長 好 謝謝 我們有請寧遠君女士 謝謝 好 麻煩了 三個一起 好 四個一起拍張照先 一起拍張大合照 好 麻煩了 好 麻煩了